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友围棋教室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中盘的技术 那么大家看这盘棋 这盘棋呢,现在这个轮到白棋走棋 黑棋呢,就是这个形状 他认为被白棋拐的时候这个形状飞在这呢 可以很快的出头 同时呢,可以防止这个白棋两边连上 但是实际上这个棋啊,它这个形不正下的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能给它有力的一击 就抓住这个棋的毛病的话 这个棋呢,黑棋顿时 这个棋形可能就会崩溃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的要点应该放在哪儿 这个棋很关键 如果白棋一旦下队了的话 那么刚才这手黑棋 它的这个毛病一下显露出来 不说这几个白子啊 马上这个棋形,眼形也全都出来了 好,请圆圆来回答 好,搬这个 搬这个 黑棋走这个呢 白棋再冲 冲它挡住 然后接上,是吧 接上黑棋虎一个 这样呢,虽然白棋等于就顶着了这一下 你看,如果你要是单顶的话 黑棋不是也得退吗 是吧 那么你这两个线不见得有多大便宜 它就比如说再跳出来 那人家要想这样走,也能走成这种结果 可是呢,你这个棋走完并没有抓住黑棋的这个毛病 黑棋这个子的毛病 大家好好想一想 交老来回答 这个棋形不正 如果你要是没有抓住它的话呀 它就变成好棋了 比如下一手 你要是再被它走在这儿 它就变成了好形了 应该搬一个 应该搬一个 黑棋 挡住呢 白棋走什么 好,我们看看交老的这一靠哈 这个靠呢 黑棋如果挡住的话 白棋可以吃它两个子 这就是当初搬 这个为靠做的准备 那如果这手棋 它要是顶在这儿 黑棋呢 白棋可以从这儿断 然后黑棋接上 白棋再退回去 那这两个子被断出来的话 黑棋刚才 那还不如不走呢 不走都比这个效果要好 你现在还要后手去做活 然后这两个子被白棋这么一飞 基本上这两个子就要被吃死了 所以呢 这个黑棋 飞的形状不正 被白棋这个靠是好奇 妙手 白棋不管走什么 黑棋 白棋要么吃这两个子 要么呢 是从这边 把这个黑子给断掉 所以这个黑棋啊 它这个形状应该是下在这儿 这个棋 可能是它不愿意被白棋飞过来 但是呢 这个形状看起来很委屈 可是现在还要忍耐 那么 原因呢 主要还是黑棋在前边下的不太好 被白棋拐着这个 它就很难受了 但是你当你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这时候啊 还是应该忍耐一下 你不能说 这个 骑行已经很不好了 那你在 走得更不好的话 那就是 很快这个棋可能就要输了 应该呢 有时候围棋很漫长 大家看到 一盘棋有这么多地方可以下很漫长 要在这个地方忍耐一下呢 慢慢的寻找机会 所以呢 不能着急去下这种无理的这种棋 好 请坐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局面 现在呢 轮到黑棋走 黑棋要处理左下角的这两个子 因为其他地方现在都是比较安定的 主要呢 这个我们精力要集中在这头了 那现在黑棋 这两个子啊 他当然是想搬下去的 搬下去 如果白棋一立 黑棋就可以清零的处理了 比如说 从这一带 尖冲出来 他要是往上贴呢 黑棋就一跳啊 或者一长啊 等等 他就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行了 将来还可以在这再飞一下 那么这样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但是呢 白棋如果要 就老老实的立下来呢 白棋对黑棋的这个攻击效果 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黑棋因为容易出行了以后啊 你再对他攻击 显然就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白棋的一个时机 他呢 要让这个黑棋的形状 尽可能的把黑棋走得很重 那么自己呢 其实有的时候 有点小小的损失没有关系 可以从大的方面 把它弥补回来 如果你让黑棋走得很重 这些子所有的作用呢 他就发挥了 现在我们看这三个 虽然他的间隔呢 都是隔两个 看起来很结实啊 但是这块空 如果将来黑棋要是活干净了的话 白棋呢 这块空将来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影响 黑棋呢 还可能能掏进来 那么白棋如果借用攻击的办法 把这块空很自然的围起来 那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白棋怎么样还能使黑棋 这个棋型啊变得凝重 然后呢 借攻击 把自己这边加强 这边的空全部围上呢 白棋应该走在什么地方 比较好 如果直接比如说像这种点 被吃一个 白棋接上 黑棋接 这个棋呢 看起来是点了黑棋 黑棋形状有一点难看 不过下一手 对于白棋来说 他也不好走了 你走在上面的话 黑棋可以从这跳 那么这边压过来 这一跳了以后呢 已经有眼形了 这边再压过来 虽然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木树上损一点 但是他跳完以后 白棋的形状呢 在这一带也并不是很厚实 所以呢 这个白棋也不见得好 如果白棋接在这 黑棋可以从上面 虎过来 这个出头 黑棋还是比较畅的 那白棋应该走在哪呢 小朗 你觉得这个白棋 应该走在什么地方 白棋应该走哪个 还没想好是吗 嗯 那你好 请坐 这个图呢 可能比较难哈 那么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棋白棋应该加在这 应该加在这 黑棋打吃 白棋接上 那么黑棋接在上边的时候 现在他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接上边 一种是接在下边 如果你接在上面 白棋里 黑棋这个子要是不接 被白棋 一手棋吃干净 那么白棋这个效率呢 显然就比刚才你搬 我直接立在这要高 现在我全部都围成空了 连这个子都练上了 所以这个子呢 黑棋不舍得被白棋吃掉 那么好 白棋从上面一飞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个黑子 看起来非常的沉重 那么这个呢 是黑棋的一个特别大的负担 又没有眼位 你现在往外跑 你还只能压一个 走这个 往外 比如说 这样跳 那么白棋呢 借劲再这样飞过来 黑棋还是不活 在了黑棋在跑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影响到这块棋 比如白棋在这一带 要是有先手的话 在一肩 又先手 让黑棋后手在这拐 那么这块棋呢 就是 现在已经完全的成为实地了 这团棋呢 现在主要的作战战场 在这头 现在是该白棋走了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黑棋 把白棋两个子给压死了 白棋呢 做活是不太容易 比如说打吃 黑棋接上 白棋在尝 这个黑棋就算接上 当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在这个地方 可以一透点 那白棋这整块棋呢 活不了 能不能利用 黑棋的这个形状上的不完整 白棋能活棋呢 另外还有一点 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两个子 白棋呢 还没有活 把这边 跟这边 如果同时结合起来 要是能活这头 或者能活这头呢 白棋都可以获得成功 现在 关键看这边 怎么利用起来 如果你要是从 比如从这边打吃 让人家接上 再从这边拐 黑棋就老老实实补一个 那这边全部都死了 这个地方呢 虽然可以打结活 比如一般 你走一虎 这个呢 我们讲过 这个脚上 一点脚完了之后 下成这样呢 是可以走成一个打结活 但是呢 毕竟这边全部死光了 这边走成一个打结活 白棋呢 不是特别满意 要是能够走成近活的话 白棋还可以 这个棋 能不能利用这地方的 就是手段 把这块棋做活 或者是把这块棋做活呢 这个棋呢 大家考虑一下 好 叫朗 因为点在这 点在这 那么点在这 你想做什么 这边能堵过 这边能打出 这长得可以爬过来 哦 这边如果 比如说现在黑棋要煎一个 白棋打吃 黑棋接上 再长 再走这个 然后呢 再走这个 对 大家看 现在刚才如果没有这个子的情况下 黑白棋要是爬的时候呢 黑棋搬住 白棋打吃 那么黑棋一点 这块棋还是死的 现在有了这个 在这个地方多了一手棋之后呢 黑棋首先这个地方是 搬不下去了 这儿是挖要被人家吃死了 那么这边如果你冲的话 黑棋 白棋 这么打吃 或者这么打吃都可以 这块棋呢 就成了一块近活的棋 另外这边将来其实还有味道 比如说如果一旦有虎的话 这个力是先手 这脚上呢 还可以做成打结活 就算活不了 白棋有各种利用 比如这一代或者这一代等等先手 那刚才呢 这手棋是一部声东击西的好手 黑棋 要是补上的话 比如黑棋在这个地方 要是接上 那么白棋一度回来 白棋这边呢 也就可以活棋了 你挖的话 它可以粘脚 也可以吃这个 粘上黑棋接 那么白棋对 这边一搬 搬接上 这块棋就活干净了 所以呢 这样呢 黑棋这边一块棋 白棋这边一块棋 那么主要还是将来要看这一块的发展 白棋呢 把这块做活了 那么它 这个成为静活的话 对全盘的形式 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局面 那么现在呢 是黑棋走 按照定势的话 黑棋应该是在这儿飞 而且从棋理上讲 现在黑棋呢 也应该当务之急 是要先安定自己 另外呢 这手机如果被白棋走了 木树这边 很大 黑棋呢 这个棋形 也比较死板 然后呢 也就相对来说 就危险多了 比如你跳出来 那么正好帮助白棋 把这边一带的空呢 就给围上了 所以黑棋 肯定是应该在这一带想办法 走这儿了 但是呢 现在上面我们看到 白棋的棋形呢 这边被黑棋给逼住了 那这边的棋形 这里边 现在我提醒大家 白棋呢 是有问题的 黑棋如果先能够在这边 在自己没有活之前 在这边走出棋的话呢 要是能拽着白棋一块跑 那黑棋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因为白棋要是一起跑的话 你可以顺势也出来 把这个几个子的作用 也能够完全的给它发挥出来 大家看看这个黑棋 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出白棋的棋呢 好 请圆圆回答 这个黑棋啊 第一手棋很关键 如果下错了的话 那么这里边就没棋了 好 圆圆点在这儿 这手棋啊 是非常严厉的一步棋 我们看 如果要是尖 行不行 把你留下来 黑棋走什么 黑棋冲 白棋也冲了 那这个太简单了 黑棋可以挡在这儿了 是吧 白棋一接 黑棋一接 这个白棋就有点碎了 现在如果白棋接上 黑棋走什么呢 好 这个尖又是一步好棋 虽然这个地方可以拖回去 但是呢 圆圆是先尖在这儿 如果你拖 白棋长一个 黑棋接上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 白棋是先手 黑棋是后手 度回去 尖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尖完之后 在虎是先手 白棋必须要连在这儿 现在白棋接上 然后黑棋走什么 哦 这个打吃就没必要了 现在黑棋呢 这个虎其实已经度回去了 白棋也不可能搬下去 那么黑棋呢 可以从这边走 也可以从底下 这时候再从底下走 上面呢 已经白白的便宜了 不仅木树便宜 白棋这整块棋呢 现在也没有完全的有两只眼了 所以这时候再走呢 黑棋的效率就明显的比刚才单走要高 是吧 好 请坐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面 现在呢 轮到黑棋先走 那么我们看看左上角这个地方啊 如果要是被白棋飞进去呢 显然是一部非常大的棋 因为飞完以后 这边白棋呢 也限制着黑棋在这边拆边 所以这两个子呢 就显得 他这个将来就要受攻 因为这边没有拆的位置 你要是去拆一的话呢 这个间隔很窄 棋就下得非常的委屈 所以这块黑棋是非常想抢这部的 这个一个是自己呢 安定了 另外呢 还对白棋这个子 有攻击的效果 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下边 白棋在下边一带啊 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势 如果黑棋去抢占这点的话呢 白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一大飞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大模样 那么黑棋再进去的话 恐怕呢 就要被黑 被白棋呢 进行攻击 所以黑棋现在就应该考虑 他的这个作战的方案 是既要把这一块空给白棋压缩 又争取呢 能够抢到这个间的这点 这个呢 如果要下成这种结果的话 黑棋全局就处于领先的这个局面了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应该怎么走 让白棋还得必须得硬 对白棋产生压力才行 好 请圆圆来回答一下 必须得让白棋硬了之后 你才能去抢那个呢 好 圆圆说走在这 那么走在这的话 当然这个也是要打入白棋的空 可是 这手局 如果白棋这样跳起来 黑棋跳 白棋再跳 黑棋还得跳 是吧 那这个这个时候呢 如果人家再跳一下 你再跳他很有可能就去抢那点了 对这个白棋的压力啊 没有 就是大到这种 让他必须得走的这种程度 如果能先手压缩他 就是不走 对他一下就能把他给吃进去 或者是 让白棋的损失非常惨重 那这个效果呢 就会更明显 现在当然打入进来 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局面 实际上白棋呢 现在白棋的结构啊 下得很不合理 他虽然很厚实 但是毕竟这个词 离后视呢 过于遥远了 这手棋如果现在下在这儿 在这个位置 或者在这儿呢 可能还好一点 另外呢 这个白棋在这一带定式选择的不好 这边如果是白子 然后呢 白棋厚实一点 他这个模样将来发挥的作用能够更大 现在呢 你回去再好好想要 看看有没有对白棋压迫更强的手段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啊 这是一个定式走出来的结果 就是白棋挂脚 黑棋一肩夹 然后点脚之后立下来的定式 黑棋呢 没有补这个毛病 没有补搬出来这个毛病 而是去抢占了一个大厂 然后白棋搬 黑棋断 白棋长 飞 他飞完以后呢 走成这样 现在轮到白棋下 那么白棋当然是要抢占这上面的这个要点 这个地方呢 如果被黑棋跳起来的话 对白棋这一块呢 就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所以呢 白棋要先把自己的头正过来 这个棋正常的下法 黑棋应该是在这拆一的 那么现在 黑棋拆二 拆二自然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形状就显得比较薄弱了 白棋 现在就是看看能不能发现黑棋的这个薄弱点 那么当然这个棋 大家想到为什么拆一呢 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就是要补上这边的毛病 那么他现在既然拆二 白棋要抓住黑棋的这个漏洞 如果要是能把这两个子给吃掉的话呢 这些子全部都连通了 那么白棋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好 浇浪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棋型啊 靠这个 靠这个 那么黑棋斑呢 白棋断 白棋断这个棋 如果人家吃掉这个 你是可以吃掉两个子 可是这块被人家先有提一个 你已经有损失了 何况呢 黑棋可以打吃这个 还可以打吃这头 所以这个棋啊 不是最好的 当然他这个利用靠的思路 现在呢 已经在接近于正确的下法 不过这个靠不太好 那么这个棋呢 应该从这头靠 应该从这头靠 如果黑棋挡住的话 那么白棋啊 这个棋还不是家呢 家被黑棋虎过去 白棋没有任何的便宜 白棋还要断在这儿 这棋为什么可以断在这儿呢 因为黑棋从这头是出不来的 白棋形状很结实 他出不来 他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动脑筋 看看能不能把白棋 这个断的子给杀死 那如果要是 现在我们看 黑棋呢 挡下去 按说这两个子呢 就应该气不够了 但是现在因为白棋 外边的棋形比较厚 他这么一打吃 你跑他再一走 然后黑棋得跑 对 白棋再一打吃 黑棋只得提 然后白棋打吃 当黑棋接上的时候 现在我们一目了然了 白棋明显的快黑棋一气 所以这个黑棋不成立 那么这个棋 在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手段了 如果你从底下打 他就长 你压这个呢 他可以拐这个 这个棋 现在黑棋要接上白棋跳出去 那么这个气呢 还是白棋比较有力 所以这个就是黑棋 为什么只能跳一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跳了二 人家有靠 如果这个棋 黑棋不挡住 而是退在这呢 那么白棋可以冲 黑棋挡住 白棋断 你吃这个 当然这两个子就要被吃了 那么如果你接在这的话 白棋长 黑棋的气呢 还是杀不过白棋 所以在下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对方走成这个定势的时候 黑棋要老老实实的跳在这 除非你这两个子不想要了 要么一定要老老实实跳在这 好 请坐 这个棋呢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 下棋的时候 要善于发现对方的这个缺陷 另外呢 自己其实在对局中 也一定要注意 不要认为棋行 好像就是凭第一 自己的第一感觉 当然第一感觉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呢 第一感往往也会出现错误的 我们在中盘攻击对方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如果直线的思维 就直接去攻击他 可能呢 不会产生特别好的效果 那么有的时候啊 就需要借用对方的子 进行缠绕攻击 大家看这盘棋 现在这块棋 如果从木树上看 黑棋呢 应该是明显的不利 因为白棋这边有这么多的空 黑棋只有这一块 还有这儿 但是黑棋有利的地方呢 就是白棋两块棋都不活 那么黑棋如何攻击白棋这两块呢 就成了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个一个课题了 如果走不好的话 被白棋两边都活了 黑棋没有收获 这这盘棋呢 黑棋的空就危险 所以这个棋 如果这个棋呢 就必须得攻击好 那么如果要是直接攻这个 我们一眼见的好点 这手棋呢 当然不能让白棋靠出来 白棋一旦靠出来的话 这个白棋的头就畅了 就广了 所以黑棋总是想从这边封 从这边封 那么比如说白棋搬一个 白棋在这个地方呢 就施展他的腾挪手段 他这样一靠 黑棋如果退的话 白棋还可以从这边再飞出来 那么就算 黑棋从这边走 白棋从这边尝出来 这块棋呢 将来他一般一般沾 或者沾这头呢 这个底下的眼位还是比较丰富的 另外白棋如果从这头出来 黑棋从这头出来的话呢 白棋从这头走出来 这个地方 因为白棋这儿有子 黑棋呢 也不会一下子就把黑棋 这个白棋 这块棋给吃掉 所以呢 要是攻不出效果来呢 这个黑棋就落空了 那么如果要是能利用这块 白棋不活的棋 再想办法 把白棋这块棋呢 给封进来的话 那就好了 这块棋呢 因为走在这儿 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到 白棋这个地方 有一个出口 要是把这个出口给封住 这边如果黑棋有子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口给封住 黑棋呢 就可以对这个地方 使用强硬的手段 就对他 强烈的要吃这块白棋了 就是 因为黑棋呢 如果这个地方有子的话 它就变得很厚实 可是现在 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口 如果这个地方 被白棋出去的话呢 黑棋再攻击 就不是很容易 那么这个棋 我们看看 白棋 黑棋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走什么 圆圆 黑棋 跳一个 跳那白棋 从这边靠出来呢 你这个棋呀 走在这头的时候啊 必须就是 像我们刚才摆的 有些图似的 得对白棋 这个施加压力 让它呢 得硬 不硬的话呢 你就对它有强烈的手段 你看你现在走这个 那么这块白棋 你还是不可能封住它呀 你从上面走 它可以从这头出去 你从这头出来的时候呢 人家跳出去了 必须得让它 就是感觉到你的压力才行呢 所以这手棋呢 就显得 呃 当然它是想把白棋 两边给分开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就显得很软弱 这手机下的有点软弱 好 请坐 那么胶弱有没有看出来呢 如果是你下来的话 走什么 碰一个 好 这个碰下一步呢 就是要扳这一下 是吧 要扳这一下 那么这个棋呢 白棋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不过在碰之前 实际上黑棋呢 还是可以先飞一下 要不然被白棋这么压出去呢 这手棋啊 的确就是 压出去 黑棋很难在控制这个白棋 那么 可以先走这个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了 对 这个它可以靠 然后它在飞的时候啊 这手棋 我们刚才 我随便摆了一手 这手棋 其实这手不好 这手棋应该往这头靠 现在应该往这头靠了 倒是 因为这手棋 你就是帮助白棋出头 对 白棋这头呢 没有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 要靠在这 如果要是黑 白棋长一个的话呢 黑棋一手棋 就可以把它给夹住了 或者是 再继续再压 还是要扳白棋的二子头 那么这样很自然的 就把白棋的头给封住了 白棋 从这头跑的话 比如说 它要尖出来 那么 黑棋可以扳这个 可以退这个 总之呢 是两块棋 它练不上 而且下一步 黑棋关键 扳这个白棋头啊 这个白棋难受 这边压又是先手 如果白棋 比如说从这边扳完活棋 他走这个的话 对 那黑棋就走那个 然后白棋这个地方 其实他还没有活净 他就得走这个 对 黑棋再把这个抱吃 那黑棋呢 就通过这个 靠的手段 缠绕攻击的手段 就把这块白棋给吃死了 虽然这边让他活了 但是这边 黑棋有收获 在实控上呢 现在已经